Hello,大家好,这里是彭仔,今天是8月18,为大家带来真实的花江北行情 首先看到近期拿的比较多的就是SE2代,SE3代这种机型 SE2代跟iPhone11是相当的配置,但是只需一半的价格 这种还是非常香的,像这128的900多也有1000左右 而更强劲的就是SE3代,它是跟iPhone13是相同的配置 无锁的是2000左右,这种小瓶机器再用个三五年都完全没问题 后面到市场看到一个纯源的12128内存的,总体层次还是比较好的 电池效率91也算比较高,它是有锁的卡贴机 这个红色拿货19张还是比较漂亮的,底部边框有点小磕碰 比别的亮机省下两张左右,QB解锁也是几乎接近无锁的 董卡提还是比较推荐这个的,也支持5G 再来看到这个是华为的旗舰机Mate 50 Pro 8加256的内存,这个层次还是可以的,也是纯源的机器还在保 支持卫星通讯以及10档的可变光圈 3D人脸解锁 无论配置还是质感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旗舰机 目前这个拿货去到43张 喜欢拍照,喜欢商务质感的,那么这个就是非常推荐 对比首发也升级两三千 再来看到这个是13128GB充电只有两次的有锁卡内机 这个红色的行情还是比较好拿货在26张半 对比无锁的机型省下了将近一千 可能很多人不喜欢红色,觉得这个颜色不好看 但是现在每个人都带手机壳,其实影响不大的 恰恰相反,红色能挑到更好橙色更好的电池 同样这个型号解锁也是稳定不跳激活的